俗话说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 想起每个人都曾经因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烦心事 有过勃然大怒的时候 比如跟伴侣吵架了 孩子跟你顶嘴了 在公司跟同事或者老板闹矛盾了等等 但不得不说从我们懂事开始 随意表达怒意的机会就很有限了 大家应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当你刚想发火的时候 身边的亲人朋友或者同事 就开始劝你 要淡定 要冷静 要忍耐 甚至连你自己也会劝解自己 在心里默念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太多的利弊权衡得失技巧 让我们相信生气会吃亏 谁生气谁就输了 可是不生气就一定好吗 经常压抑自己 不敢生气 并不会让消极情绪消失 而是转成了生闷气 坏情绪憋在心里不断的累积 结果呢 不只是既伤心又伤身 还有可能因为忍无可忍 骤然爆发而伤疾无辜 损害人际关系 那问题来了 生气到底好不好呢 我们究竟应不应该生气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谁说我们不能生气 就来聊聊如何正确的生气 本书作者 日本沟通大师福田健认为 生气不仅仅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变化 也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 只要掌握了生气的艺术 我们就可以该生气时就生气 他通过分析不同的案例 帮我们理解生气的根源 不仅教你什么才是合理的生气 还介绍了正确应对生气的方法和技巧 帮你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实现良性沟通 更有效地解决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冲突 相信听完这本书 大家至少会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说生气也有好处呢 第二 如何正确的生气呢 第三 面对别人的怒气 我们该怎么做呢 要学习生气的艺术 我们首先得搞清楚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情况才属于生气 很多人觉得生气不好 是因为他们把生气和发火 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了 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呢 简单来说吧 生气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而发火则是由于怒气积累到了一定程度 产生了一种狂暴状态 就如同水坝开闸时汹涌流出的洪水 所到之处狼藉不堪 也就是说生气与发火是两码事 生气是一种正常的情绪 而发火则是需要克制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生气呢 其实最大原因就是感觉委屈 不公平以及不满意 所以希望通过生气来改变这种状态 也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守住底线 不让别人随便欺负自己 举个例子 你很看重时间 一直都很准时 你跟朋友约好了一起吃饭 他却迟到了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用生气 表达自己的意愿 提醒对方重视时间 下次准时赴约 否则就是对你的不尊重 另外 与我们价值观有冲突的事情 也容易让我们生气 因为我们总是会坚持自己看重的 认为是正确的 应该遵守的事情 不肯让步 比如说 我的一个同事 特别爱惜电脑 如果有人借用了他的电脑之后 忘了关机 在我们看来 这可能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但是他却非常的在意 觉得很生气 如果有人屡次不关电脑 他甚至会大发雷霆 除了外部因素 我们自身的生理原因 也会引起生气情绪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人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像是遇到睡眠不足 疲劳困倦 头疼 低血压等情况 就会觉得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不顺心 莫名其妙的脾气暴躁 如果你发现自己属于这种情况 就要注意调整身体状态 让情绪稳定下来 以免导致出现 让自己后悔的爆发事件 好了 了解了导致生气的几种因素 大家心里应该还有疑问 我到底该不该生气呢 别急 听我接着说 一直以来 我们关注的都是生气的坏处 什么伤脑 伤心 伤肝 伤肺等等 殊不知 生气实际上也是有益处的 首先 我们得明白一件事情 生气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就像喜怒哀乐一样 是每个人都有的情绪 想象一下 如果你不会笑 或者从来没哭过 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 是不是会觉得有些遗憾 同样的 从来不生气 你也就不是完整的你了 其次 生气可以防止我们被坏情绪牵着鼻子走 虽然我们可以一时强忍怒气 但却难免会觉得委屈 忍不住会抱怨 总是忍耐 压抑自己时间久了 就会渐渐地积累成为憎恨 让自己贬得负能量满满 生活也会被扭曲的情绪所掌控 而通过生气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负面情感宣泄出来 达到放松身心的目的 对于一些小事 趁他们还没有发展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就明确表现出生气 让对方知道你的不满 反而是更好的做法 还有 生气也是一种交流方式 只要用对了方法 就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 大家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跟亲人 朋友 或者同事交往 遇到矛盾的时候 比如跟别人出现意见分歧 感觉自己的努力不被珍惜 或者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跟对方去沟通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会选择沉默 并且在心里安慰自己 我有修养 不跟他一般见识 不能生气 可是沉默对解决问题并没有多大帮助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答案恰恰就是 生气 要知道 有效的生气其实是一种深层次的沟通 举个例子吧 你在办公室午休 有同事自己不休息 还总是不停地制造噪音 一会儿吃零食 一会儿接水 一会儿又收拾东西 动静很大 吵得你根本就睡不着 这个时候如果你说服自己 忍一忍就过去了 估计心里只会越来越烦躁 整个午休 也就泡汤了 相反 如果你明确地表现出来 让对方知道 他的行为影响到了你 提醒他 不要再打扰你休息 对方才会重视起来 否则 你要是内心拼命地忍耐 表面却保持客气 对方不仅没有办法了解你的真实意图 也不会把你当回事 反而觉得 你是在默许他的做法 以后可能会更加地肆无忌惮 所以面对别人的不当行为 我们要拿出鲜明的态度 才能避免对方装糊涂 最后呢 一味隐瞒生气 搞不好会让你人设崩塌 毕竟大部分人没有那么强的控制力 不论再怎么假装 总是会在表情啊 动作等等肢体语言上流露出不满 而绝大多数人都喜欢直率的人 如果假装不生气 却被人抓住马脚 就会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 让人家觉得你有心计 与其这样 他不如直接地表达出来 要知道心直口快 远比表面上的烂好人 更受欢迎 如果一个看上去很老实的人 突然爆发 身边的人可能会说 哎呀 之前还觉得他是个老好人 原来都是装的 真虚伪 发起火来太吓人了 虽然生气有他的好处 但也不是可以随便乱发火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 如何正确地生气 很多人觉得生气不好 其实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生气 我们害怕自己会口不择言 说出一些无可挽回的话 也害怕对方的举动 会让我们承受不了 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正确地生气呢 本书作者给我们介绍了两大步骤 第一步 适当控制情绪 大家可别误会 这并不是说让你忍着不生气 而是不要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放慢一拍 让急怒的情绪平静下来 哪怕一点点也好 具体有什么办法呢 最有效的一个技巧就是调整呼吸 慢慢吸气和呼气的过程 因为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 会无意识地进入呼吸紊乱的状态 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 缓慢平静的呼吸 我们的情绪会慢慢稳定下来 恢复清醒 接下来我们可以慢慢活动身体 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比如站起来伸伸懒腰 转动脖子和肩膀等等 也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平静 为了达到平复情绪的目的 我们还可以采用回忆法 也就是仔细回忆 你平心静气处理事物的场景 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当时的状态上 当然了 你也可以回忆一下反面例子 比如自己生气的时候面红耳赤 呼吸急促的形象 是不是觉得很丑呢 然后以此告诫自己 让心情平和下来 最后 用自己喜欢的美好事物来转移注意力 也能达到缓解愤怒情绪的效果 比如你很喜欢某种花或者是小动物 像是百合花或者小猫 那当你勃然大怒的时候 不妨找些百合花或者猫咪的图片来看一看 心情自然也会好一些 控制住了脾气 接下来第二步 就是恰当表达感受 怎么做呢 首先 应该跟对方说一句肯定的话 即便心里再不满 也不能突然否定对方 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对某个人生气 就代表着我们还在乎对方 所以在表达方式上 可以更积极一些 咱们来举个例子吧 一个工作了五年的老职员 除了上次交代的事情 其他的一点都不想做 上次对他这种做法很不满意 该怎么合理的表现生气呢 是直接表达不满 说他不够主动吗 不是的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肯定他 跟他说 交代你的事情你都认真完成了 这帮了我的大忙 然后在此基础上坦率表达不满 告诉他 你只完成我交代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 这样下去合不合适呢 坦白说 我对你的做法不太满意 这样心平气和的谈话 会让职员更容易接受上司的意见 也能够防止上司陷入暴怒的情绪 等对方接受了你的不满之后 你就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了 有这样一个例子 一位男生和女朋友约会 结果女朋友连续两次临时取消 男生很生气 说了一些口不择言的话 导致两个人差点分手 不过还好 他把自己生气的深层原因说了出来 原来他觉得女朋友取消约会 是因为不在意自己 不够喜欢自己 这让他很不安 女朋友了解的实情 真诚地跟他道歉 还认真解释了取消约会的原因 两个人把话说透 不仅和好如初 甚至更加亲密 所以说千万不要小看 坦诚表达真实感受的力量 在表达情绪的同时 也别忘了控制自己的音量 大家应该也会有过这种体会 生气的时候会不知不觉 提高声调 加大音量 可是四耳的声音 会让对方反感 不利于沟通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保持 正常的声音 不紧不慢地表达 还能够起到调节心情的作用 与音量过大相反 有些人说话声音太小 会让别人觉得他没底气 不自信 这样的人就算生气 往往也很难引起对方重视 如果你想让自己听起来更加中气十足 不妨练习一下腹式呼吸法 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指引尝试一下 就现在 首先你把手放在腹部 接着慢慢地吐气 收缩腹部 直到肚子凹进去 将气全部吐出 然后再用鼻子慢慢地吸气 逐渐鼓起腹部 这样每天重复十几二十次 也就是一两分钟的事情 坚持练习 你的声音就会变得越来越洪亮了 此外 我们还可以把生气时候的心情写下来 就像写日记一样 通过书写 倾诉自己的心声 写完之后你会发现 哎呀 心里的疙瘩也随之消失了 这样做 既可以发泄情绪 让心情变好 也可以在倾吐怨气的同时 进行种种思考 弄清自己生气的真正原因 整理思绪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点 即使再生气 也不能戳对方的痛楚 俗话说 腹水难收 有些话一旦说出口 你们之间的关系 也就到头了 比如有些人对自己的外貌 没自信 特别在意别人说三道四 你要是说他长得怎么怎么不好看 搞不好你们俩就要闹崩了 再比如 对方特别在乎的人 你不能够随便的指责和谩骂 否则也可能导致你们的关系破裂 至于每个人的痛楚是什么 只能说各有各的不同 所以我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 应该注意留心观察 好了 通过适当的控制情绪 再加上恰当的表达感受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把握生气的艺术 更有效地生气了 有朋友可能会觉得 道理我都懂 可是一时半会儿还做不到啊 如果忍不住发了脾气 又该怎么处理呢 其实也不难 好好收尾就行了 人是情感动物 一时生气发火都是人之常情 不过并不是发泄之后 留下一个烂摊子就完事了 而是应该合理地进行收尾工作 很多人之所以尽量地控制自己不生气 很大一个原因 是不知道生完气之后 该如何面对残局 如果主动进行善后 而不是任由现状继续发展 不仅可以避免一些 让你追悔莫及的事情 也能让生气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至于具体怎么收尾 本书的作者给我们介绍了 下面的一些小技巧 首先 我们要给对方留出一些思考的时间 生气时双方都是不理智的 如果强迫对方当场解决问题 很难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所以应该给对方一些时间 去思考如何回应 如果遇到情绪比较激烈的情况 火气太大 不仅把对方弄得特别不高兴 你自己可能也会因为说了重话 或者是做出过激行为 而觉得后悔 这个时候又如何来收尾呢 答案当然是道歉了 你可以坦率地跟对方说 对不起 我刚刚有点着急 说话过火了 这样勇敢地承认错误 可以减少别人对你的负面看法 有这样一个例子 在某个车站的售票窗口 一个年轻人挤到队伍的最前面 想跟售票员换一些零钱 却遭到售票员的严厉质问 你没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吗 男子政局的男堪 排在前面的一位乘客说 如果是换钱的话 就让他先换吧 没关系的 其他乘客也纷纷表示同意 这下售票员马上转换了态度 对排队的乘客说 那谢谢大家了 换钱的乘客 您请过来吧 因为及时道歉 这个售票员给所有人都留下了好印象 所以说生气后如何收尾 直接决定了他人对你的评价 我们前面说过 生气往往是因为不满意现状 想要改变现状 因此我们应该搞清楚 自己究竟是为什么生气 是别人的错误 还是自己太情绪化 弄清这一点之后 该生气生气 该改正改正 该道歉 就及时道歉 不过 不管你再怎么控制情绪 坦诚表达 总有些人 左耳近右耳出 对你的生气满不在乎 敷衍对待 对于这样的人 怎么办呢 如果生气无效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告诉对方 你不是在指责他 而是要他跟你一起思考解决办法 这样一来 对方就不会再置身事外 更有可能跟你敞开心扉 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听到这 相信大家已经对如何正确的生气和收尾 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不仅自己会生气 还有可能成为别人生气的对象 所以修炼生气的艺术 还有最后一个重要方面 那就是应对他人的怒气 我们已经讲了如何更有效生气 但有些时候 我们也会转换角色 成为别人生气的对象 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 关键在于两点 积极倾听和保持良好态度 首先针对不同的对象 我们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 比如对方莫名其妙生气 让你摸不着头脑 不妨多一点耐心 听他慢慢说完 再提出你的问题 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样不仅能够让对方感到你在意他 而且也能发现他生气的根本原因 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其次呢 对方越是在气头上 我们就越是要注意自己的态度 采取积极的态度 会让别人觉得你是在认真的倾听 表明你理解他的心情 从而让对方的情绪更快平静下来 其实很多人生气都是意识冲动 脾气来了控制不住 等情绪稳定下来就会开始后悔 会担心自己之前的行为伤害了别人 担心双方的关系会受到影响 因此他们会变得情绪紧张 手足无措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能够积极倾听对方的想法 表现出理解的态度 就相当于给了他莫大的支持 对方会觉得如释重负 一场冲突也会就此化解 那么怎样才算积极的倾听呢 首先我们要跟对方保持眼神接触 让他觉得被尊重 被关注 与此同时 我们还要尽量的保持平静的态度 当别人生气的时候 如果你表现得很慌张 那么对方也会变得更加的急躁 我们不妨沉下心来 集中精神 做出一些放松的姿态 比如膝盖微微分开 双手自然下垂等等 避免东张西望 身体紧张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适当地表示负荷 但是要把握一个度 不要别人说什么 你都嗯嗯嗯地点头 那样会给人一种敷衍的感觉 如果实在不同意对方说的话 你可以稍微地歪歪脑袋 以表示自己的疑惑 或者在听完之后提出问题 最后 有些人在气头上 情绪起伏比较剧烈 可能会对着你大吼大叫 面对这种情况 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最好的应对方式 就是装作 没听见 不去理会 这样不仅能够避免 不必要 不理智的冲突 还能显示出你的涵养 总而言之啊 我们往往为了改变 不满意的现状 和解决问题 而生气 但生气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它也有它的好处 不但可以宣泄负面情绪 还是一种深层次的沟通方式 正确的生气 要求我们控制情绪 谈成沟通 及时收尾 而面对别人的怒气 我们可以通过尊重和倾听来化解 通过练习生气的艺术 调整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 相信我们可以实现更积极的沟通 收获更好的人际关系 好了 谁说我们不能生气 这本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别忘了在留言区 谈谈你的收获和感想 感谢大家的收听